哈喽,我是凱恩,我又来不Give it down 了 这么快叻,就是要来PK耳机 苹果AirPods Pro对比 华为FreeBuds Pro 2 一个是苹果最紧的耳机,1099块 一个是华为最紧的耳机,899块 到底谁真的比较紧叻? 其实这个视频是我自己在家要对比的 但是因为我在家已经听到麻木掉了 我已经听不出来了 所以我早上找人来帮忙我听一下 星期任Pavillion真的好多人啊 多人就对了 人多就很适合戴耳机 江招 其实我今天早上已经很努力的在家讲了很多首歌 最后给我找到了四首我自己 比较喜欢的歌啦 也比较可以突出到一些人声啊 高低音啊,乐器的那种声音 就是这四首 Adele的 Coldplay的 邓紫棋的 还有这个Ed Sharron的 人是很多但是无仇下手 OK,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 我射口 OK,现在我们下足,我记一下 卫生关系 可不可以麻烦你们帮我做个小test 我是拍YouTube的 啊,就是我会给你试两个耳机 然后你们看看哪一个耳机比较 你觉得哪一个声音比较好听罢了 OK,你能伸手出来 OK,这个是左耳 这个是右耳 现在我们听这一首 OK,你现在感受一下 现在今天我开的是一个英文歌 Adele的 Easy on me 好认真好认真 很关眼睛的,很Enjoy 这样到我表情 它比较重 它比较压感 这个很重 感受到有什么不同吗 很有形状,很喜欢 哈哈哈 OK OK 可以,来 你可以坐下来 OK 可以 可以了 可以了,OK 好 OK,你刚才听了两个耳机 你觉得第一个比较好听 还是第二个比较好听 我觉得第一个比较好听 第一个 为什么呢 Bass比较好 Bass比较好 你为什么会选第二个 你觉得比较立体 比较立体一点 人声会比较突出一点点 然后反而第一个会可能比较平一点点 我觉得啦 应该是第一个比较好 第一个比较好,为什么呢 感觉它的效应比较好 效应 噢,声音调整 声音调整 如果按照降噪的话 我比较喜欢第二个 第二个给我感觉是 你戴上之后那个降噪效果特别明显 就一下子整个世界就静下来 我看得出你的表情整个就是直接忘天了 然后就开始关眼镜 然后第二个低频比较好一点 就是戴给你那种入耳的感觉比较舒服 然后当然第一个可能高音比较好 然后那种立体化 360度立体化那种感觉会好一点 如果你想喜欢听Bass的话 我比较喜欢这个 第二个 Bass上面你觉得也是第二个比较好 Bass会比较好的 人声就比较弱 人声会比较弱 它的人声高音会强的 低音会比较弱 哦,高音强低音弱 哇,你真的很专业耶 听完了,第一个跟第二个 应该是第二个 因为第二个它的Bass会感觉会比较好一点 Bass啊 然后它的那个隔音也是比较好一点 然后它的那个隔音也是比较好一点 你比较喜欢 它就没有 就是很听不到杂音那些 第一个还是第二个 第一个 第一个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我认为 我认为 最大的模特儿是 做得好 对于声音弱 哦,OK 对 但是 为什么我喜欢第一个 因为 我感觉 Bass会比较重 而第二个 声音更清晰 但是我喜欢第一个 OK,我是喜欢第二个的影子 再来就是我刚才有看到它是紫色的嘛 然后 你知道女生就是很外帽子 颜值上面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颜值两个都还好嘛 我还都挺喜欢这个包子 这个颜色你会敢穿出去吗? 嗯,可以 你能接受吗? 能接受 外型上面你觉得呢? 外型,我是觉得这个比较美 呃,你不会觉得它很fancy吗? 不会啦 更人稀 你敢带出去吗? 这样子的颜色 外型啊 就这个会比较shy一点哦 这个就很普通 非常普通 就白色包子 嗯,很多人都这样子讲 如果是颜色 我觉得这个比较好 我不喜欢这个样子的颜值 颜值这个吧 颜值想这个 这个就是大众看到的嘛 然后这个就比较多元一点 看个人所需是什么咯 可是我觉得如果 要带的话 要鲜要一点的话 当然这个感觉会比较好 这样你知道 这两台是什么耳机吗? 第一个是 F4 F4 OK 第二个呢 这也是啊 啊 不懂哦 第二个不懂 这个这个给你看一看 可以盖起来 所以这个是华为的 FREE BUS PRO 2 这样子啊 这样你知道这台是什么吗? FREE BUS PRO 2 这是什么? FREE BUS PRO 2 还是 不错,中了一半 小米还是华为啊 第一个就是你带的FREE BUS PRO 真的吗? 所以你讲你很像的时候 我就哇好厉害啊 你真的真的是FREE BUS PRO 来给你看看 美我个天啊 哦你喜欢 我以后如果我有车的话 会想要涂这个颜色啦 雷射纸 OK谢谢你 谢谢你 真的很谢谢你 好看我们已经访问了 差不多10个人了 发现大家更加倾向于 FREE BUS PRO 2 也就是第二款耳机 这个成绩其实是有 surprise到我的咧 因为 诶 PRO我每个人都很喜欢 很想要苹果咧 我以为它一定是赢定了的 结果 它赢了 这个成绩 夭夕夕夕啊 老实讲我自己在家TESSA 一直听一直听 已经听到麻木了 我自己是已经听不太出来的 我觉得他们很像 只是没有想到盲车的时候 FREE BUS PRO 2 会赢的 所以我这边呢也准备了一个功课 你们看这个对比表 低音单元 Apple Pro用的是11mm的动圈 而FREE BUS PRO 2用的就是 11mm的四磁体趋力动圈 所以低音部分会更重一点 另外FREE BUS PRO 2 比Apple Pro更优秀的地方 就是配置了微频版高音单元 可以更丰富化高音部分的细节 正幅方面的话 FREE BUS PRO 2也用了一个 比较大的设计 进一步提升低频部分的表现 有点复杂是不是 我觉得我们还是去做一个 专业的实验 会比较明白一点 走 我们去实验室 OK 这个就是那模型的人的耳朵 等下我们就会把耳机戴上去 但是戴上去之前 看一下这边 这个就是现场背景声音的 那个声波图 现在是这样 听到我讲话吗 嘿 嘿 啊 啊 OK 这是我刚才啊的声音 粉红色的 哎 现在戴上耳机 顶就差 啊 成绩错了啦 那粉红色的就是戴耳机之前 还进一家我的阿森 紫色就是戴耳机之后 同样还进一家阿森 差别如此大啊 戴上耳机之后 我环境的吵杂声明显是降低了 剩下就是我发出的声音吧 代表说人声更加清晰 身边的噪音更加减少 好啦 回来 其实还是耐机咯 听歌这个东西 是很个人的嘛 每个人对音乐都有不同的嘴求 所以还是亲自去测试一下 你才懂自己最喜欢什么咯 今天这个影片主要就是一个 大众喜爱度的参考罢了 就是看下一个普通人 不是专业歌手 不是专业音乐人 他们听歌的时候 会更喜欢哪一个 那如果你对这个Apple Pro 跟FreeBuds Pro都有兴趣的话 可以亲自去店里面试玩看看啦 Apple Pro已经开卖很久了 这个FreeBuds Pro 都是刚刚新鲜 出炉8月25号才launch的 价格是899块就买到 而且送你三个月的华为Music VIP 跟保护套送完为止 好啦 今天的街坊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下次要看什么街坊内容的话 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你礼貌吗